很多西药容易引起孕妇流产或胎儿畸形,药品说明说,都明确说明禁止孕妇服用,因而副作用较小的忠诚药受到了孕妇的喜爱,但其实很多中药也不适合孕妇服用,中医里也有人生进阶割,强调了这一问题,今天就给大家总结一下几类孕妇不移的药品。 一、驱风室类,如虎谷木瓜娃、天麻娃、华陀赛造丸、大火落丸、闪失驱痛高等、以驱风、萨哈、除湿止痛、为主要功效的忠诚药,有功效、破血成分、故孕妇禁用。 二、驱热类,含有牛黄等成分的忠诚药,如牛黄解毒丸、西黄丸、白度高、消炎解毒丸等、具有驱热解毒、卸火、吃湿等功效等、因其功效、卸下之力较强,以致孕妇流产。 三、驱热类,明石早娃、舟车娃、马人娃、润肠娃的,有通道大便,排除肠胃机制过公主水瘾,润肠通便的忠诚药,因功效率甚强,有准胎气。 四、驱热类,如冰郎四驱丸、青渭和中丸、九至大黄丸、香沙雅味丸、大山珈丸等、有消食、导致、化肌作用的一类忠诚药,都具有活血型气、空下之效、故意致流产。 五、驱热类,如其驱散、小金丹、护照片、脑虚刷片、云南白鸭、三骑片等、有活血区域、脾气通落、止血功能的忠诚药,因其驱域活血、立过墙、抑制流产。 六、驱热类,熟目香顺气丸、食香止痛丸、气质味痛冲击等、具有舒畅气机、较进行气之功效的忠诚药,因其多微下气泼气药。 行气简易力强,而被立为孕妇的禁忌药。 七、驱虫类,如狼虫丸、驱虫偏、化虫丸等、具有驱虫、消炎、止痛功能,能够驱除肠道寄生虫的忠诚药,为功法有毒之品,抑制孕妇流产、胎儿畸形等。 八、开窍类,如关心苏和娃、苏冰滴娃、暗宫牛黄娃等、具有开窍型脑的忠诚药,因为内含射香。 亦损伤胎而致气,孔之堕胎。 九、创阳剂,如虚腐生肌散、创阳膏、败毒钢等、亦解毒消肿、排龙、生肌为主要功能的忠诚药。 含寒黄、红花、大龟、为活血通精之品,而百灵膏、靶酱胎、阴含有毒成分,对孕妇不利、生、利施类、如利胆排施片、打石通等、白水酌、歇歇、汤、瓶泥、瓶泽、石屑等的忠诚药。 接触有化石沥水,通灵泄测之功效,顾孕妇不宜服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和谈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谢谢观看